您的心里是不是经常充满着愤怒呢 当我们的心被愤怒的火焰燃烧的时候 内心呢就不能感觉到平静 当然也不能感觉到快乐 同时呢会使我们产生报复的邪恶念头 那么究竟我们要如何去处这种称恨之心 摆脱这种报复的妄念呢 这样我们就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这个称恨心呢 是 复发之中这根本的烦恼 最大的主要的烦恼 就是贪嗔 邪贱 或者贪嗔 吃 是三种根本烦恼 又叫做三毒 其实呢任何一个人呢 都不能够避免称恨心 的生气 不过有一些人呢 恨在心里面 没有表现出来 有一些人呢 有一些人呢 称恨 产生之后啊 就发作 成为 语言的表现 或身体 的表现 身体 手脚的表现 免不表现 免不表情的表现 这样子呢 既上自己呢 又上人 通常我们把称又叫做火 就是称火 那么优也叫火 称也叫火 这就是我们社区清凉 的 智慧的原因 如果我们呢 能够平行进气的 就不会有称恨心 可是呢 要有使得我们没有称恨心呢 这不容易的 一方面呢 环境 是我们称恨 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内在 也会称恨 称恨不一定是 对外的 环境对我们的称恨呢 就是 不能满足我们 何在是呢 不能顺我们的意 何在是呢 人家 并没有妨碍我 而是呢 自己感觉到 人家是妨碍了我们的 所以外在的称恨 外在的原因 也不一定就是可观的 真正的外在啊 有这样的东西啊 让我们称恨的 有的时候啊 直接就莫名其妙的 人家不知道为什么 让你称恨 但是呢 你已经恨他了 我们自己内心呢 产生的称恨心呢 也有的 内在的烦恼 有的人恨自己 有的人呢 恨自己什么呢 恨自己的能力不足啊 恨自己的福报不够啊 恨自己的聪明不够啊 恨自己努力不够啊 都在恨呢 恨不得要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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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不得要怎么怎么怎么 这个恨不得 那就是说 自己啊 因为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呢 自己恨自己 自己恨自己 要比自己恨人 稍微好一点 但是呢 恨总是不好的 因为 自己恨自己 不恨 没有恨人呢 至少不会伤害到人群 那么自己伤害自己 那么自己恨到 结果 最恨的基点呢 是什么 是处罚自己 就自杀吧 处罚自己的最大的处罚 就是自杀 因为讨厌自己的生存 讨厌自己啊 这么差劲 觉得自己实在是啊 生不如死 算了 就陈恒心 如果说 不能够啊 分析 体会 称恨的发生 的原因 那很难 叫他不要称恨了 首先呢 要分析一下 为什么要称恨 称恨究竟是 称恨了有什么用 那么 如果分析之后 就是理性的 理 观念上啊 知道恨人 恨疾 都是啊 无疾一事 倒不如说 能够啊 改变 改变自己 改善 我们的处境 改变自己的态度 能够啊 改善自己的 出生的 出生的环境 那 要比恨 要比称 好得多 另外一种呢 就是要 以修行的方法 来啊 减少我们的称恨心 修行的方法就是要以慈悲 对自己 对自己也要慈悲 对众生 也要慈悲 那么对自己的慈悲呢 应该是啊 要用智慧来处理 自己的事 不要 那么感情用事 不要那么容易的动气 动情绪 那 第二种呢 就对外 对于人呢 我们也要慈悲 人家 不管他有理 没有理 我们应该原谅他 应该谅解他 就好像希望人家 谅解我们一样 那么 将自己 一生 主者或者是 世生处地 来谅解人 那么这个 称恨心就会减少 另外一种呢 就是 你怎么样子分析 怎么样子 解释 给自己化解 都化不开 那 最好的办法 度拜佛 最好的办法 度念佛 最好的办法 来看经 打坐 那么 拜佛 念佛 看经 这些 都能够啊 把我们这个 称恨的 这种情绪啊 能够化解 这是最好的办法 也可以讲 修行就可以能够消一 修行能够消一 还有呢 如果我们呢 没有惭愧心 没有忏悔心的话呢 一也是不容易消 所以 我们 有称恨心 发生的时候啊 应该呢 有一种啊 观念的化解 人还有方法的修行 参访 道场高僧 是修行吗 我们都知道 佛经中有一位 善才童子 他因为听闻了 文书菩萨的妙法 坚定了进一步 去参救佛法的决心 于是呢 他参访了 五十三位善之士 最后终于圆满了 菩萨行 这就是著名的 善才五十三参 参访 明山古煞 在各位高僧 明师的指点下 真的可以增长智慧吗 我们要如何 做一位现代的 善才童子呢 现在我们就 恭请圣言法师 为我们开始 这个观念非常好 如果经常 而且参许了 很多地方的高僧大德 能够既百家之长 而成为 自己的一个成就 这是非常好了 会百川而成大海 这这么不简单 非常好 但是 这个观念是非常害人的 害了很多很多的人 我首先呢 要讲 善才童子 五十三参 他最初是 有文书菩萨告诉他 去参访 某一位比丘 大德 然后呢 在每一个 大德前面 都会 告诉他 说啊 下一站呢 你应该去 参访 某一位三子社 在某一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呢 我的法门 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现在要深造呢 请你现在 到哪一个地方去 因为三才童子 本身呢 是一位菩萨 本身就是一位菩萨 所以他扮演 那个角色 就是啊 在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 一个经过 五十三一个三子社 给他点试 实际上通过 三才童子的五十三个 段落 而显现出 修学佛菩萨 这个菩萨道 或者是辅导的 一个过程 有那么多的法门 法门呢 是 有无限的法门 但是呢 华音精力都表现出来的 是五十三个法门 而 一个法门 一个法门修完以后呢 是由这个 一个老师 指定下一个老师是谁 指定下一个老师是谁 好像是说 我们从小学毕业了 毕业以后啊 我们的好的老师 就要告诉他 你现在 要去考中学了 中学我们台北啊 是 女中啊 好像是北女中 是蛮好的啊 那么男孩子的中学啊 好像见过中学 是最好的 是不是这样子啊 四大副中也不错 还有什么中学啊 成功高中 也不错 北女中 也不错 就是说 就是老师啊 已经告诉学生 你现在 自愿 要去考那一学校去了 修生如果 老师没有讲 修生也不知道 最好是 修校是在哪里啊 这个很正常 那么在中学比以后 老师又要告诉学生呢 你的智慈 你的心向 因你自己的本人的条件呢 最好考大学的时候呢 靠哪一个大学去 不会盲目的 要他去随便去考 所以看到学生 不同的职责 不同的天分 然后呢 让他去考哪个大学 考哪一个科系 这个是老师啊 建议学生的 这样子是很安全的 不是盲目的 自己根本不是啊 学理工的材料 就是直接要去考 因为得到老师的建议 就去考了 就是考取了将来 读书的时候 苦不堪言 所以呢 经过啊 老师的建议指导 然后呢 进一步 你进修什么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比如说我 读完书诗 我要写博士论文呢 我要去请教老师的 我是怎么写吧 向哪个方向 哪个范围来写 那老师知道 我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可以评估我 怎么样子 这个往前走第二步 因此呢 我走出来啊 也还是在老师的照顾之下 虽然前面那个老师 从后面的老师两回事 但是呢 前面那个老师知道 你下面应该怎么走的时候啊 虽然老师换了 可是呢 还是在前一个老师的照顾之下的 这样子的 这个参访啊 才是可靠的 才是有用的 可是我们现在的 好多的 出家 的年轻的法师 和在家的居士 到处都在跑码头 到处都在呀 就是参访民事 有的人也到我这来 我来 问他谁叫你来的 我直接来的 我说你的师父是谁啊 我的师父是谁谁谁 那你的师父有没有叫他 叫你到我这来 没有 你师父知道你来吗 他知道 有没有叫你来 没有 我说奇怪 你的师父都没叫你来 你总跑到来了 他说 我让你来调教调教 这个 要 这个 三才同志五十三餐啊 我说你乱来 三才同志五十三餐是有人介绍的 说你的师父 要我来照顾你 那没有问题 你来好了 你的师父没有叫你来 你直接来了 我说你住两天三天 你走 我们农场是不接收 在我们农处产市也不接收 我们是这样子的 我们不是说 任何人 其他的人的地址到我这里来 我说 啊 我了不起 你看看 他的地址都到我这来了 我这个地方不是这个样子 一定啊 寻规逃矩 照规矩来 所以 我对我的地址来讲 我说 你们出去啊 可以的 我派你出去 我指定你到哪去 我会让我的地址 修生啊 去向外边去参修的 这样子啊 你一定是 会得到很高的利益 不是我派的 不是我指定的 不是我建议的 你自己去的 我不承认 你甚至于回来 我都不承认 你是我的弟子 你已经走掉了的人 所以说 五十三餐呢 要小心了 五十三餐 你要认定了一个三只舍之后 这一位三只舍 叫你去参 你去参 这个三只舍 没有叫你去参 你乱参 那你害人 也害自己 对不对 我还没说过 我都不承认了一个不承认了一个不承认的地方 那你会让我去参参 你才会参与一个不承认的地方 你会参与个不承认的地方 我觉得是从事里面 然后你才会参与一个不承认的地方 我还不承认的地方 你还没带你